什么是啃老族? 啃老族指的是已成年且具有谋生能力, 仍未断奶,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干, 指望父母供养的年轻人。 上一条作品说到公公打算给我们买房, 且写的是孙子的名字, 收到私信说我们是啃老族, 老人管完儿子还要管孙子。 有的人认为儿孙自有儿孙福, 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社会, 只有那些不负责任的父母, 才会把儿孙自有儿孙福挂嘴边, 用来推卸自己的责任, 掩盖自己自私的想法。 当然,我也并不是说父母必须要帮我们, 要给我们什么东西。 愉悦龙门从来就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, 一家人抱团群乱, 把日子往好拉过, 家庭才能更和睦。 愉悦龙门这场接力赛 从来靠的都不是一代人的努力, 家族兴旺是几代人的艰辛遭就而成, 公公马上要出去了, 今天带了对象回来吃饭。 本来我说去外面吃, 阿姨说她做, 我跟她去菜场买了一些菜, 回来她说她做不好, 她是北方人, 饮食差异跟江西还是有很多不同, 我说那我来做吧。 是公公点的菜, 牛肉烧芋头和煎豆腐, 都是这边的特赦。 还炒了一个辣椒, 我做了三个菜, 那个阿姨也做了三个菜。 阿姨也做了三个菜, 全是某项子,